前的重點再回顧一下 如果你把這個影片看完之後的話 比如說長橫哥這個資料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雲端位置應該還記得吧 雲端位置我好像有把它貼到我們的 短網址已經改為這個 叫做tinyul.com 後面加BigData to Excel 然後裡面的話呢 我有把那個資料是放在 也是有證照的這個裡面的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裡面應該就有一個叫長橫哥的分欄 與字評統計 那假設我們以這一題來看 我是希望說這個 我已經幫各位把那個標點符號都拿掉了 也就是說呢 它一定都七個字七個字 有沒有七個字七個字 但是目前這個資料是完全沒有切割的狀態 也就是說它全部都放一起了 那如果假設我今天希望呢 把它變成有規律的 那這個規律性的話 當然你可以把它分兩欄 也可以把它分一欄 這個的話按照你實際上需要的 如果我們有兩個問題 我要怎麼樣可以把它分欄 比如分兩欄 兩欄的意思是說 我這個在B欄跟C欄 可以把它向右向下 那就可以把所有的長橫哥分在兩個欄位裡面 這個是第一個題目 第二個題目的話就是分為一欄 我不要分左右 我只要縱向直接往下拉 它就可以直接幫我把結果給呈現出來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那當然我有好幾種做法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把這個資料 所以你先開一個Excel 所以首先的話你就把遺設打開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先把這個工作表 也許就是A1的部分 A1也許可以把它拉寬一點好了 拉寬拉高好了 然後再把剛剛的那個資料 長橫哥就直接把它貼進來好了 但是貼進來的話會有幾個問題 我們先把它貼過來好了 把它按SHIP鍵就可以全起來 然後把它貼上 但是貼上的話 第一個看起來好像有貼上了 可是如果你把它移開 比如說移到你這個儲存格往下 或者你把它輸入上去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 這個資料的話呢 它會變成 奇怪剛剛不是有換行嗎 那為什麼它現在又是變成橫向的 那各位講 在Excel裡面的儲存格 它預設是不會自動換行的 所以如果它遇到邊邊 它會一直往右 如果你現在要讓它折行的話 請特別注意 應該前面有講過 按右鍵的儲存格格式 直接在A1儲存格上面 按右鍵儲存格格式 那記得這邊有一個叫對齊方式 對齊方式一定要自動換 這個一定要 這個要自己打勾啦 因為如果你沒打勾的話 它不會自己按照 你想排的方式 所以這個一定要記得 另外的話呢 它的對齊方式有沒有 如果你按確定 它會換行 可是問題 這樣應該就OK啦 其他我可能會多做的動作就是 它的那個水平 水平指的是橫向的部分 要不要靠左還是靠右對齊 這邊有對齊方式 一般我會讓它盡量怎麼樣 就是看要怎麼水平 水平我應該靠左比較多 靠左對齊 那垂直的話 我可能會 因為它是放中間 會發現 它上面跟下面 都有空 可是一般實際上 會把它放上面的 所以垂直的部分 我會讓它靠上 有沒有 水平會靠左 一般習慣也是這樣 然後呢 垂直會靠上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要把它調整的話 通常記得喔 除了格式裡面的對齊 我會先做這件事 一定要自動化 那接著可能這兩個 不見得要做啦 可是有時候我看到 我就想說一定要靠左 水平的喔 有沒有水平盡要靠左 不然它會變成放中間 看起來怪怪的 然後垂直呢 就會讓它 盡量往上放 那這樣按確定之後的話 應該就OK了 就是符合我要的 OK 那這樣有沒有 現在就靠上也靠左 OK 然後對齊吧 應該沒問題了 那可是問題 接下來第二個 我把這個工作表把它改一下 這個名稱的話 也許叫長橫哥 也就是說我們資料 就把它放在 這個工作表裡面 長橫哥 OK 那這樣的話 我就有一個 工作表的A1 裡面就是放所有的資料 那如果我要做什麼 分藍的動作的話 分兩藍 OK 那我就把它怎麼樣 另外再開一個 新的工作表 在這邊練習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們這個部分 是跨了工作表 簡易是說 從這邊去抓資料 放到這邊 那抓資料的方式呢 就是按照什麼 按照它這個地方 七個字七個字放 當然第一個 我們會說 第一個題目就是分為兩藍 兩藍的話 當然上面這個1跟2 還有下面這個編號 你再加一下好了 我們先把上面結局先加1 然後旁邊的話 就把它再向右拉 按Ctrl鍵它會自己加1 12有沒有 就是類似這樣 寬度把它拉寬一點點好了 等一下七個字 這樣子應該放得下 那底下的話呢 就是在分別 從這邊 所以我們這個第一 等於是說從這邊開始放 那應該放多少 我不確定 所以我就先拉個大概好了 假設 拉到100好了 如果太多太少 再把它做調整 OK 那如果我今天大概編排OK之後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把資料 從長恨哥拿過來 當然有幾種做法 就是 第一個我先用插入什麼 插入 第一個當然我想到一定是文字的 Eleven mid 我確定也知道說 它一定是七個字 七個字為單位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的資料在哪裡 那我必須切到長恨格 所以你會發現切過來做 它會出現長恨跟輕探號 那指的就是說這個工作表 的哪一個儲存格 那我再點A1 把A1點一下 它就知道我的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 我記得這邊好像840個字吧 我都沒記錯 然後呢 再來的話點第二個條件是說 那你要從哪個字開始 那理論上 我這邊一定從第一個字開始 那要取幾個字 取七個字 這樣應該沒錯吧 沒錯 漢黃縱色施輕果 OK 就有沒有 就是七個字 然後按確定之後 當問題你要去思考 如果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將來可能會向右跟向下 所以你向右跟向下的話 向右會影響A欄 有沒有 所以因為你向右向下 你不能 向右不能變B嘛 所以你記得一定要把它加一個錢的符號 那向下的話 你不能 因為A1 A1的儲存格位置一定要固定 所以記得啦 反正A跟E前面一定都要加錢的符號 這是絕對必要的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得到第一個結果 應該沒錯 可是再來的話 第二個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讓它向右 拉過來之後 它能夠自動幫我把七 應該要 這個 應該哪個地方要架 這個E要變成要什麼 要加上七嘛 對不對 E要加七 所以有什麼方式可以完成這件事 所以我們當然如果你手動把它複製一下 有沒有 取消這個公式拿過來之後 我們理論上應該是 下一句應該是什麼呢 就是七個字之後應該從第八個字 所以這邊應該理論上再加七 再加七 然後按確定 它應該就是會得到什麼 有沒有 玉宇多年求不得 應該沒錯啦 有沒有 玉宇多年求不得 那可是問題不對啊 我如果再一直這樣子 我總不可能再下一個 那我要變成什麼 如果下一個的話 那公式應該是怎麼樣 公式 再貼過來 如果再下一個應該是加上什麼 加上七 一樣加七 但是要乘上二 有沒有 不過這個應該刮虎不用刮 應該是 先乘嘛再加嘛 再把它刮一下好了 這樣會比較清楚一點 欸 那我們好像公式就呼之欲出了 有沒有 好像慢慢抓到一個要領了 就是說這邊的話呢 這邊的公式其實可以再把它改成這樣 乘以1啦 可是乘以1其實沒有意義嘛 有沒有 瓜虎一下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它的變化是怎麼樣 就是 這個公式喔 那理論上 前面這個也可以再把它改成 加上七 乘上零 那因為七乘上零的話呢 它跟零乘上所有的數字 都還是零啦 可是我為什麼特別做這個 因為我們公式 基本上就要長類似像這樣子 可以怎麼樣 所以這邊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是喔 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只要是這個 這個地方可以怎麼樣 向右的時候它變1、2 下一個變3、4 5、6、7、8 欸 這樣的話應該 就可以得到 把那個產生的1、2、3、4 應該是0、1、2、3、4、5、6、7 這樣的一個結果喔 背後的公式呢 只要放在目前的這個位置 基本上我這個問題應該就可以 就可以得到解決了 所以 請各位試試看 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這個也是我講 應該同學 最容易做不出來 剛剛有同學 也一直卡在這個地方 試一下 待會我講一下 這個地方怎麼做 那理論上 我們可以依賴什麼呢 這個我先把公式先滴掉了 所以我們待會 這邊是0、1、2、3 依次類推 那我要怎麼樣 我先把這個滴掉 那其實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靠上面的這兩個數字 所以如果我假設 我今天按照上面兩個數字 我先假一個等號 等於這個 那可是我要的不是1 如果你等於B1 它是1 那如果我要得到是0 我可以怎麼做 把它減1比較好 減1之後有沒有 0 向右拉 看一下 它這邊變1 有沒有 但是如果你現在向下填滿的話 我第一列要把它鎖起來 所以1把它鎖起來 把1鎖起來 打個勾 然後我把它向右拉 再向下拉 你會發現它不變對不對 可是呢 再來我們其實可以做一個 加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旁邊這邊不是有1、2嗎 那如果這個編號呢 我用它來決定什麼 用它來決定要不要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 像下一個 讓它加多少 因為兩欄嘛 兩欄 那我可以這樣 01 那下一個變 2345 那不就是跟它相差2嗎 因為兩欄嘛 所以用什麼方式可以讓它加2 加2的倍數 後面其實可以再做一些 加上一個數值 就可以把這個結果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找一下那個長赫哥 然後把它 記得喔 我是貼到A1上面 然後把它做格式一下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